警方步步为营 没想到还是惨衰 大批刑警跋山涉水 穿着西裤皮鞋就往河里去 对啊 小心小心小心 真亲 在那边吗 还要上去吗 这这没人去买了 为了找孩子 不放弃一丝线索 新北一名男童 到了入学年龄 没报到 社会局教育局接连通报 找到生父黄姓男子 却得到消息 男童早已离开人世 23号晚间7点 检警带着父亲到基隆山区开挖 在中山区一处透天社区后方 巡获男婴骸骨 9月1号 2号 持续联系母亲 9月3日假房并通报社服单位后 人无法掌握孩童去向 因此通报警察单位 上个月30号开学日 新北三重某国小一名新生 没报到教育局及通报找人 9月6号 人在新竹的杨姓妈妈 才向警方报案失踪 并声称孩子在已经离异的爸爸那边 检警到台中攻破黄姓父亲新房 他才坦诚 107年男婴三个多月就死了 父亲将儿子裹备丹 放手提袋里 半时6年多 后来把尸体丢弃在基隆山区 黄姓父亲公称 男婴因为一奶过世 而母亲则是公称 半夜从超市下班回家 就看到孩子嘴唇发黑 疑似被闷死 而老公就睡在尸体旁边 疑似于婴儿时期就已经死亡 身父黄某设有重贤 以黄某设犯杀人遗弃尸体等罪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父亲党说辞都不拢 黄姓父亲生押 阳姓母亲限制住居 到底是谁狠心杀儿 检石山区 检方还要查 接着周嘉雯彩山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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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